工廠不斷竄出 熊熊烈火 消防人員利用工具強行破壞鐵捲門 高雄市大社區和平路二段 這一間空調鐵皮工廠 裡面放滿了各種冷氣機械 26號晚間7點多 因不明原因起火燃燒 消防人員趕到後 鐵皮工廠早已陷入火海 被燒到變形 大火不斷竄出 幾乎有兩層樓高 內部鋼架也被燒得幾乎解體 裡面也有一些冷煤鋼瓶 所以一開始我們到達的時候 已經全面燃燒火勢都已經燒出來了 整個鐵捲門鐵皮都紅通通的 顯然就是裡面已經全面燃燒了 大量液燃物品還有鋼瓶助長火勢 還可能有爆炸風險 消防人員花了兩個小時 才終於撲滅火勢 擔心可能還有殘火 更出動怪手進入火場開挖 所以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詳細的起火原因 則要等待火場調查報告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完